观众朋友 我是周乐 非常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我们今天的节目 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 他是在保险理财行业 有超过十几年经验的沈荣 沈荣非常欢迎你 沈荣你好 周乐你好 观众们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 长期护理保险 是long-term care 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华人的朋友越来越有认知 这个长期护理保险 对自己的重要性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沈荣 做客我们的节目 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long-term care 对我们的人生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保险 实际上呢 long-term care顾名思义 就是当你年老体衰 或者是因为疾病 比如说中风啊 或者是这个出车祸呀 有残疾呀 那么需要被别人照顾的时候 你就需要启动这个long-term care 这个保险 那么人们为什么重视这个long-term care 或者是购买long-term care 是因为说 那么人们会在想 我需要long-term care的时候呢 首先不能成为家庭的负担 那么其次呢 我需要long-term care的时候呢 我可以得到很好的护理 我可以选择 我是在家里得到这种护理 还是在很专业的机构 得到这个护理 我有选择权 那么最最最重要的是说 我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护理 还不用花自己的钱 实际上就是给自己一份安心 那么这个就是保险的重要性 是 沈荣这么一开宗名义的说 我头脑里面的问题 有好多好多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问 有没有统计一个人的医生中 在比如说在房子啦 或汽车啦 或者是在我们的健康情况 那需要保险的百分率有多少 实际上做过这样的统计 大概前几年吧 有这么一个统计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有车保险 那么你的车如果被撞了的话 保险公司会赔你一辆新车 这个几率有多大呢 一百个人里边 大概有十八个人 百分之十八 对百分之十八这一辈子 可能会遇到一次 他的车被撞了 保险公司理赔他 不算少 那么对 那么人呢 一般来说会觉得自己最贵重的资产是房子 尤其是湾区的房子很贵 都会买这个房屋保险 也就是活井这种保险 那么据统计呢 一百个人里边有三个人 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这个房子被烧了 保险公司重新 百分之三 对 你不买不行了 银行不带款给你啊 对 而且就是说这个 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重新盖一个 是 那么Lantum Care遇到的几率有多高呢 也就是据统计 一百个人里边这一辈子 有72个人 也就是72% 都有可能在临终之前 或多或少的用到Lantum Care 我的天哪 这个数字超出我的imagination 是蛮高的 是的确是好高啊 如果基于这样子的统计数字的话 一个人需要用到长期护理保险 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享受到这些照顾呢 实际上当人们进入长期护理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家里亲人可以照顾你 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老年公寓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很多中国人老人呢 他们都会选择住老年公寓 因为比较经济上比较划算 那么还有一个专业机构就是这个Nursing House 这个是很专业的专门提供长期护理的机构 那么在这里家里和Nursing House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啊 在这里我就是大概跟观众提一下这个老年公寓 因为我们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这个人住在老年公寓 老年公寓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了 需要进入Lantum Care 比如说你需要别人照顾你才可以洗澡啊 吃饭啊上厕所 进入这种状态以后 老年公寓就不允许你在他们那里继续居住了 你这个时候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然呢回家 要不然呢你去住这个Nursing House 那么Nursing House很贵了 哦太贵了 对 至少给七八千以上 对 大概七千至一万美金一个月的这种护理费用 那么对 如果你自己出钱的话 很快就会把你手里存的这些退休金就花掉了 对 那据我所知道啊也有一些人有一些想法 他说哎我从政府有有这种健康保险给我啊 那如果我需要长期护理 我是不是可以用到这一部分政府给我的福利呢 实际上政府的健康保险无非就两种 一种呢我们叫做Medicare 一种呢叫Medicare 那么Medicare呢是说一般人我们复购四十个点 我们都知道六十五岁以上都可以享受Medicare Medicare呢分为part A和part B两部分 那么part A是提供long-term care的 那么part A呢也就是说当你进入long-term care状态 那么每一天可能你花了五千一万 不管你每天花多少钱 Medicare的part A的long-term care部分 都会百分之百的cover你 但是只有二十天 二十天不管你花多少钱政府都替你付了 第二十一天开始就得自个儿掏腰包了 还不是 从第二十一天到第一百天 你自己有个自付额 就相当于我们看病的那个coupay 那么coupay是多少呢 大概每一天你自付额是134美金 这个听起来还是不错的 因为说134美金嘛 很多人是负担得了了 那么多下来的钱呢 都由Medicare这个计划cover了 一百天以后就百分之百 对就百分之百on your own 就是你要自己出钱了 所以我们提到这里啊 我大概就是这个往前面 就是再说的深一点 就是说有的时候 就是说购买long-term care的时候 要你又会有一个选择等待天数 这么一个对对 这么一个option Waiting period 对对对对 那有30天有60天有90天有180天 那么等待的时间越长的话 你的保费就会越低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 可能如果你购买long-term care 你可以选择90天 因为你知道头100天 你有Medicare来cover你 原来是这样 哦OK 那Medical呢 Medical实际上呢 是加州政府提供的给穷人的 那你的多穷呢 那可能就说你两个人的资产 好像你银行存款的现金 不能超过3000美金 那你要很穷了 我是穷人了 我可以享受Medical了 那么享受Medical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那么你想 他是给穷人提供的这种长期护理 所以说呢 他给你的资金啊 还有护理的这个质量啊 可能都是有限的 那么还有呢 如果说你有房产 或者有别的资产 在你过世以后 政府会把曾经在你身上 花过的钱 扣除下来 先把你房子卖了 对 先还给国家 对 曾经人家给你出了这么多钱呀 那么剩下的才给你的继承人 所以说好像听起来也不是 那么百分之百的免费 对的确是 并且一开始就得把自己的钱 变成不是自己迷上才能享受 这种福利嘛 这个也有他的冒险性在里头 那还有一个说法啊 就是买long-term care的钱 是不是可以扣税呢 有这个问题特别复杂 这个问题就是说 就看你是什么人了 比如说一般人分两大类 一类人呢 是属于说我是小业主 比如说我是餐馆老板 或者是我是房地产经纪人 这个时候他买long-term care的时候 他付的保费可以抵税 根据年龄来抵 比如说50岁的时候 每一年的保费可以抵1460块钱 如果60岁可以抵3900块钱 70岁抵可能能抵4800块钱 这样 那么如果说是普通民众 就像我们比如说拿W2的 这种工程师啊 或者是小职员呢 那么他买long-term care的保费 如果要抵税的话 就要按照医疗花销部分来抵税 那么国税局就要求 你当年的医疗花销 占到你AGI 你就是你的 just growth income的7.5% 这个时候你买long-term care的 那个部分的保金 就是那个保费才可以抵税 而且抵税还是按照年龄 50岁抵1460 60岁抵3900 哎呀 沈荣原来买一个long-term care里头的关键啊 这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要考虑的这些事情还这么多啊 这个真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 沈荣让我们头脑豁然开朗 主要的是让我们认知到买长期护理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今天请到沈荣来节目呢 是长期护理保险的第一讲 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后 长期护理保险的第二讲 并且大家都可以在KTSF的网站上面 重复收看沈荣的访谈 如果大家要跟沈荣联络的话 现在荧光屏下就有他的联络的方式 他们的沈荣呢 在湾区一共有三家分公司 第一家在Wanna Creek 第二家在Fremont 还有第三家是在San Jose 便利于朋友们 来跟沈荣做一个face-to-face的appointment 非常感谢你沈荣 那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见咯 好的 观众朋友我们第一段的访谈结束 接着我们就要来访问的是 Benefit Tomorrow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